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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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若木以扶日》 《向陽詩選字序》 我終於坐下來 整理我從1974年 寫到1996年的詩稿 這是一個徹夜不眠的夜 我在詩的符號中打滾翻轉 1974年 19歲的我 在華岡的校園中 在草地上打滾翻轉 盛開的杜鵑 飛著的花粉 偷偷地蹭著四月的風 從百花池 翱翔在清暢的空氣之中 詩就這樣走入我的語言脈絡 我在花香中呼喊著 期待著回聲 花香混雜著草與泥土的味道 我的詩的道路 於焰展開 在不眠的夜裡 我也看到營火提燈走過陰玉山間 更早的圖像 在南投鄉下的露骨鍋中 望著山下隱約的濁水西營 一個少年默默送著梨燒 路漫漫其修緣西 無將上下而求索 折若目以浮日息 聊逍遙以向陽的詩句 暗暗下定以詩為終生置業的心念 不敢相信 此後風回路轉 也曾悲歌 也曾狂笑 也曾推草助濫 也曾月誕吃意 三十年後 若目浮日 這樣狂肆大膽的幼稚蒙怨 居然在今夜 四十三歲中年的宰尖之上 成為無可選擇的 沉重而又甜蜜的負擔 當年鳳凰山路 古地上翻飛的營火 因少年燦意著眼睛 跟隨行入的 正是一路去疾孤獨 一去難以重回的路途 詩的路途 從一九七四年開始正式向著暗夜展開 在形式內容的翻滾清覆中 當年的我企圖找尋的只是符號的意義 我的發聲 我的語言 從腳下的這塊土地開始 像是森林一樣 或者更像是一株銀杏 生長尤其仰望 讓飛鳥子眼中奔出 讓族長愛恨交錯地抓住泥土 於盡迴響 大概就是當時懵懂的年輕的我的心境吧 我尋求屬於我的符號系統 從腳下的土地尋求聲音 從祖先傳下而在我夜以陰雅的喉嚨 經過兩年的摸索 終於找到了一片可以翻根播種的田園 在這塊田園中 我同時而分別地播撒十行詩和台語詩的種苗 嘗試著為台灣現代詩未陪新的風景更多的事探索我的生命 二十一歲時 我在陽明山西頭的山間推敲台語的生命 節奏 用語以及文字表述 與其說我找到了詩的語言與符號 不如說我構連了生命的歷史圖書 當年沉默的台灣 轟然走入我年輕的生命中 開啟我且淬煉我 在我用詩開啟語言淬煉語言的當下 當我小心翼翼從十行的形式中摸索某種律動時 我知道我求索的不只是詩的格律或符號的外向 同時也求索詩的內在意志與符號的顯征 二十三歲時 我在車馬人生隆隆的台北另居處 揮漢寫敘事詩《五色》 寫日字詞習泰雅族抗日的悲歌 在一行一行足劇推演的詩的錯愕遁停和開探之中 台灣的歷史被殖民者的悲哀 幽渺的眾生一樣清晰並挫傷著年輕的夢 而詩程兩個月後美麗島事件發生 更彷彿是霧色的注腳 讓我面對族人的悲劇無聲以淚 然後是三十歲異國的秋冬流離的雪 寫在二十四節氣的符號之下的 是我意圖全解的台灣四季的福祉與意志 然後是三十五歲以後至今 在台灣的政治變遷之中 砸踏凌亂的政論作品之外 偶爾蘇醒的詩的靈魂 在框架之中填入荒謬難民的台灣影像 我坐下來 在三經已過的眾生裡 回頭整編二十二年詩的書寫歷程 悲劇一樣 我看到我的生命 在歲月塵埋的湧道中 由浪漫華美典禮 折若木以伏日 向著當代台灣土地久死而不悔 但這也使我難免寂寞悲涼 在黑幕沉澱人生沉澱的夜裡 我的寇問似乎很難期待回生 在飛詩的年代中 我質疑於營火稀微 用著安雅的壽聲呼喊土地 是否真能被聽見呢